就是跳槽其实是不一定是错的事情 它也可以是好的事情 所以政府应该制定跳槽法令 应该制定跳槽法令 就是你跳槽了之后重选 给你机会重选 回到以前的时代 马来西亚的宪法是可以改的 而且我们回到改革 很多人说改革不利 西门改革不利 这个是大家的共识 很多改革都没有做 很多人推给劳马 那我问大家 现在的雪州政府 现在的槟城州政府 在州都掌握三分之二的优势 对吗 那他们有做改革吗 没有 有什么改革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改革 像刘博士刚才讲得很好 政党轮替的好处是什么 给你知道你不可能永远执政 不像之前巫统 你可以为所欲为 要做一做就60年 我汤彰王法 国库同党库 我滥用职权 没有人可以抓我 因为我一直都是政府 政党轮替就是给知道 你有一天会被拉下来的 你像Najib这样 用自己的户口收钱 是不对的 你一下台你就完蛋了 如果你没有下台 我告诉你 如果国阵再执政多10年 Najib的事情就过眼云烟了 就是这么简单罢了 所以他给大家知道 你不能做万年的执政党 所以当你做执政党的时候 其实你在立法做改革的时候 不是为了牢固自己的政权 不是为了你执政可以享受 而是为了你下野的时候 你做反对党的时候 不会被压迫 不会被差别对待 像宾城跟Slingo 有掌握三分二州席位的 他们可以做什么 你其实可以直接推出比例代表制 只要改州的宪法 一半的议员是选区 一半的议员比例代表制 有什么问题 你看巴汉 Drangano 他们可以修改宪法 增加议员来做委任议员 其实你们也可以增加议员 这增加的部分用比例代表制来选出 这样子一直说我国 因为杰利荣源 就是乱乱化选区 有些选区二十万人 有些选区一万人 像布塔加亚 像甘巴就二十万人 所以二十比一 弄到城市的比例 或者是非穆斯林的比例 跟穆斯林 还有城市跟非城市的比例 相差很远 那你就应该想尽办法去改革 所以槟城不要跟我说 他们现在要修改宪法 什么增加女性代表 鼓励女性参政 其实你推出Quota 给女性来做委任议员 你是最看不起女生的一个情况 你推出Quota 只会出现本来不要参政的人 你硬硬叫他参政 为了填补这个Quota 所以会有烂鱼充数的情况出现 你去想这些有的没了 倒不如想一些真正的限制改革 你把你的委任议员 以票数 以整个选区差别递捕的方式 就跟现在你的女性递捕制度是一样的 但不是你用选票 每一个政党获得的选票来衡量来委任议员 然后这个议员是可以参与立法 这个不是更好吗 但从来不想做 他们看到巴汉委任议员了 就想我也要委任议员 其实你推出这个委任议员的制度 它的根本就是为了牢固权利 现在我做政府 委任议员就是我的大好事 我只要一做首长 我委任三个人 五个人 你就不能够推翻我了 有反对派 你也要拉拢这些人 这些我拉抬起来的人 所以不要想眼前利益 想你会做反对党 不要以为槟城行动党不会倒 不要以为槟城公正党不会倒 随时都会倒 明星如流水 来得快去得越快 Patricia你这个问题 一开始就问错的 你说这样下一届 我们选民就不要支持投票给西蒙了 为什么你把投票给西蒙当作 是肯定要做的 是你这样子的问法就是 你先天性认为一定要投票给西蒙 所以你才会问这个问题 对吗 政党跟我们是没有亲的 林冠英 林吉祥 安华 马沙布 这些人或者是 Najid 慕尤丁 他是一个工具 他是我们的代议士 他代表我们去参与政治 所以如果他做不到事情 他只是一个工具 当然我们要把这个工具换掉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A牌子 不用P牌子 你问我现在我会不会投票给西蒙 我说我不知道 我要看我的选区 现在我在的选区是公正党 公正党下次上来对垒谁 如果对垒的是更符合 可以更达到我的期望的工具 候选人 我说白一点 他就是一个工具 那我就投 我会投给他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不要把你的票 必然要投给某一个政党 当做是想当然而的事情 如果你这样子想 那你的票等于是没有价值的东西 是一个没有价值 因为对政客来说 你对我是不离不弃的 就像我一直拿来做例子的 一个被家暴的老公或老婆 被打到半死 被另一半打到半死 你还对他不离不弃 还在为他说好话 他只是喝醉了 他只是今天在公司被骂 他只是因为生活很苦 他其实是为了我们好 你一直在为他找借口 唯一的结果是什么 你会继续被家暴下去 就是这么简单罢了 所以你的选票不是死的 不要这么蠢 我直接说不要把你的选票 当做必定要投给某个人 你没有欠这些政治人物 是这些政治人物欠你 要记得这个东西 最后一句话 红律师最后一句话 我超赞成你工具那个论述的 我常在课 在我上课的时候跟我学生讲过 其实在民主制度下 最有最大权力的人是投票者 是人民 而不是当权者 问题就在我们realize不到我们的重要性 好了 就不要拖着太长了 好 我们这个讲题 讲到政治 很超时 很激动 但是大家也不要太失望了 其实这个局面有比2010年的时候差吗 有比509之前差吗 我也不认为 政治就是一直流动性的 你好的 就像赛翁斯嘛 烟之飞福 让三个穆斯林的政党这样炒一炒 好像你看现在的甲青争肉事件 如果是西蒙做政府 这个事情我看已经搞到通天了 但也让大家看到这些穆斯林政客的虚伪 所以赛翁斯嘛 烟之飞福 大家可以失望但不要绝望 这是我们一直说的 好 我们现在就进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